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适合把这些高芽摘下来重新种植呢? 只要这些根的长度有两三寸那么长 就可以摘下来重新种植 根太短的话就比较难成活 这一棵石湖兰的根已经长得满满的 去年买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光棍一条 就是这一根没有叶子的枝梗 开完花之后它就长出了一个新芽 一个高芽 待会给你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小高芽 这是它的名牵 是一棵红龙石湖兰 它的花是生子式的非常漂亮的花 这个红龙春石湖是种植在一个非常小的瓦盆里 我想把这个高芽摘下来之后 连同原来的枝梗一起种植 所以呢就需要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 现在是用水苔种植的根长得非常的健康 种植石湖兰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用小盆 能用最小的盆就用最小的盆 石湖兰不喜欢用大的盆 现在把这些水苔拆开 再看一下里面的根的情况 这些水苔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从去年到现在看上去也没有什么腐烂 我们在给石湖兰卡特兰之类的兰花 换植料的时候 最好是用手拿着老的枝梗 不要碰新的枝梗 新的枝梗比较脆弱 有的时候一碰它就会断 而此新的枝梗也有机会发出新的芽点 如果用手这样拿着的话 也容易把这个芽点弄掉 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拿着老的枝梗 水苔差不多完全清理掉了 中心那些水苔我就留住好了 因为怕把这些根弄伤 现在准备把这些高芽摘下来 通常的做法只是左右拎一下它就出来了 但是由于这颗高芽的根比较多 这样拎的话有可能把这些根弄掉 我还是把它切开吧 用的工具是刀片 用的工具是刀片 刀片比较锋利 也比较薄 容易切开 话还没有说完 话还没有说完它就出来了 看一下 非常完美 根没有被弄断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高芽 这个高芽有一点奇葩 看一下 它跟刚才那一个高芽差不多是同时间长出来的 到目前为止 它只有芝麻那么大 也把它切开吧 但是它的根已经长这么长了 是不是所有的营养都长根了 把它种植起来 看它能不能长快一点 今天用的杯子是有冻的 大概把它这样种植起来吧 根有点长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想把这些根弄断 刚才往这些根上喷了一些水 希望它没那么容易断吧 大概是这样来种植 看能不能把它固定好 今天还给它换了植料 不再用水苔种植 今天用的植料是椰康 火山盐 珍珠盐 木炭和绿藻土 植康的腐烂程度 植康的保水性非常的好 排水性也挺不错 它们的比例大概是 50%是植康 50%是火山盐 珍珠盐 木炭跟绿藻土 植康的腐烂程度 要比水苔和树皮要慢很多 所以如果用植康种植的话 起码两三年都不需要给它换植料 用植康种植兰花 现在还在实验当中 我用植康分别种植了蝴蝶兰 蝴蝶兰 现在又来尝试种植石湖兰了 蝴蝶兰 蝴蝶兰 石湖兰的种植 植康的比例各有不同 我用来种植蝴蝶兰的植康 只是占20% 而石湖兰我大概是用了50% 而蝴蝶兰用植康的分量就比较多了 我大概是用70%的植康 再配其他的植料 等它们有新的进展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颗春石湖跟一般春石湖一样 到了冬天 成熟的枝梗会落叶 落叶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控水 它就会长出花苞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春花 其实控水也不是不给它浇水 只是浇水的频率减少一些 浇水的水分减少一些而已 这个红龙石湖对温度的要求不高 它可以耐高温 也可以耐寒冷 夏天可以忍受三十四四度 或者是冬天差不多零度的低温 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 可以跟卡特兰 文心蓝对光线的要求一样 虽然它耐高温 而且对光线的要求也比较高 但是它不能直接暴晒在太阳底下 最好还是放到比较知音的地方吧 对空气湿度的要求在50%左右 对水分的要求也比较高 不能等它完全干了才浇水 对肥料的要求特别是在它的生长期 也就是从春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 每周都需要给它施肥 秋天天气开始降温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给它少浇水 少施肥 在它的休眠期 一定要给它适当的控水 到春天它才能够成功地长出花苞 用椰康种植 怎么样给它浇水呢 直接把水倒进去 等到杯子底下有水流出来就好了 椰康的保水性跟水苔差不多 植料里面有50%是火山盐跟珍珠盐 木炭等等 它的排水性应该也是非常良好的 不需要倒很多水进去 多余的水分马上就会流到外杯 这个湿度对现在的气候环境来说 应该是两三个星期都不用给它浇水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您的观看 祝大家养兰愉快 拜拜 拜拜